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天坐最早的飞机去 就等于是我把孩子安排好睡觉了 我就要收拾行李我就走了 飞机我会坐最晚一班的飞机回家 那么到家一班都在12点以后 曾经应该至少有三次以上是持续出差一个月的 每个月的月末 那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的工作时长 我觉得15、6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真的可以是说7乘24小时365天都有压力 你说这个季度能进个单子 不会让你到下个季度去 所以他这种线性的考核这种压力 我觉得比以前的很多公司是具备的 其实很累很累真的很累 你回到家可能平时会有很多的话 但你回到家你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 是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觉得我挺努力的 我觉得我够努力 这个授钱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努力 那你不敢去敲开客户的门 那么你今天就必须去敲 你就去赌他 陪他聊天 去食堂等他 你总去客户那蹲点 你客户那守着 你在客户面前就是卑微小羊嘛 就是那种 就按在地上摩擦的那时候你知道吗 逼自己一把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处境 就是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比别人差 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会告诉身边的朋友和父母 向他们证明 我走的每一步路其实是正确的 就真的是这种 如果家里人要是不理解你 我们真的太难了 不敢想象 就是这么难 你把它解决了 你就特别快了 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拿电话 好的话 周一走 周五回 不知道他在哪里 就知道他在外面 基本上就 就我好像跟一个聋哑人在吃饭 就是他一直在电话或者会议上 工作在他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排第一吧 就应该是跟那个谈相母 然后就是那种销售软件 那种意思 你想对销售人员来讲 最大的来自压力是什么 可能不是你简单的你玩的不成的业绩 而是那种挫败感 当时所有人披头盖脸骂 当时所有部门的人披头盖脸骂 骂得很难听 就那个点是我真的 我是到他们CIO办公室 是嚎头大哭 就是那一个点就让你崩溃你知道吧 你会怀疑自己 还适不适合做一个销售这份工作 当时可能 稍微有点差他的话的这种意思 然后他直接在电话里 就会上跟我说 Rex你给我闭嘴 然后觉得自己自己卑微 你知道吗 不可避免的觉得委屈 觉得所有人都对自己不好 所有人都跟自己作罪 我怎么这么委屈 全天下人都负我 你知道 然后就开始哭 就觉得不行了 不行了 天就要塌了 自己不行了 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什么个人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是 让我们挺不省心的 因为总希望你一个人在外头 能找一个伴侣 能够互相这种照顾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4小时找男朋友 真的挺难的 你知道吗 找对象有没有戏 最近有没有认识新的男生 然后我就是基本上 30分钟的时间都在扛催婚 当然作为女生来说 是很想拥有仪式感这个东西的 一次都没有 你会那个时候很纠结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纠结 那个时候会非常的纠结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和我到底哪个重要 为什么最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像小朋友生病 也没有想过给他打电话 其实打了电话他也回不来 所以这么多年习惯了吗 自己能搞定 他觉得我的困难不是困难 他的工作是全天下最重要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全天下压力最大的工作 不平衡 凭什么你就是必须是我牺牲 你不能去牺牲这样子 想过啊 闹过离婚啊 就ACP把爸爸抢走 你去跟公司过吧 你管我干啥 我说人家一般人家是一个孩子 可能错过就错过了 我说你是有两个孩子 你完全是 甚至有一次机会来 就是再重新弥补的 我说你有什么参与过孩子 什么第一次 其实做的不对 小师傅跟我讲 他说我不是他爸爸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但现在 他不太愿意跟你过多地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一是我觉得我不需要 然后二是那个也没时间 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发现 其实我爸我妈还挺依赖我的 就他们很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所有时光 就我爸会甚至说 说 再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方式方法的问题 不是太成熟 没有处理好很多的问题 更多还是他为了我 可能做了一些牺牲 但是我能理解 既然知道他的工作性质 他正好这个年纪 正好是拼我的时候 他用他的那种 很直男的方式来爱你 他会认为我挣了十块钱 我会给你花九块钱之后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这么崇高的理想 我认为我努力工作的目的 就是能让家人 能够生活得比较好 我就希望他能够做到有一次 能够一个周末吧 能够全身心地陪我们一次 工作的时候 我会看一看他的背影 在挣钱费养家 棒 2020我觉得是 应该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先意后扬的一个状态 我这个词可能想的不是很好 收割 刺激 冲 对就向前冲的冲 对就向前冲的冲 我觉得活着吧 活着 因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用重生来 行了 所以 我既不喜欢2020 终身难忘 但我也挺感谢 2021年 2021年 我觉得还是能改变 我选健康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 工资涨一涨 工作的时间短一点 我希望他能开心一点 尽可能多地陪家人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